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口 吃 乌 安 吃 乌 安 船 吃完船 那他的英文叫做ship ship s-h-i-p ship ok 那我们开始咯 首先我要拿一张像这样子大小的长方形或是更大的A4的都可以 那我们需要一个是长方形的 非常简单哦 长方形我们只要对折两次 来对折一次 压平 变长方形再第二次哦 我再来第二次对折 好 这样子很简单吧 之后啊我对折完我需要的是什么 这一条直线哦 小朋友可以看清楚 我大概画给你们看这一条直线 我需要的是这一条直线 然后我的左边右边呢 都给他做两个三角形 这边也给他做两个三角形 这边尖角一定要把它压平哦 做好之后呢也很简单 把下面多的部分呢 把它折上来 另外一边也一样哦 把它折上来 把它对齐 这样可以吗 好 小朋友应该都会了吧 好 再来呢 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洞洞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洞洞打开 打开 手手伸进去 把这个洞洞打开 接下来这边把它凹进去就好了 这边有多的纸凹进去 这边也有多的纸凹进去 很简单 变成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 很快吧 快要结束了哦 接下来再来折一次 一样的动作 就是三角形 再折一次三角形的动作 我都会偷懒 所以我都直接往后面对折 好 折完了 小朋友折好了吗 接下来 这样就结束了哦 要见证历史的一刻 手一样放进去 有没有 搓洞洞 接下来呢 就可以把它拨开了 拨开 手手把它 整理一下就可以了 往内压 因为船里面是平的 往内压 如果这一步比较难 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助哦 然后把里面打开后面后 有一个洞洞 稍微把它洞洞整理一下 整理到你喜欢船的样子 登登 这样就完成了哦 你们可以记得拿一个盆子 里面装一些水 这样就可以让船在水上飘了 好了 完成了 给你们看看 很整齐的一艘船 好了 今天的教学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 今天最简单的船 小朋友也请你坐坐看哦 有空要多练习 你的小手手肌肉会发展的更好 也会更聪明哦 好 先这样子 拜拜